大家好,我是少年 你有遇到过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利益的人吗? 那种人是不是让人非常讨厌?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将人心自私讲述的淋漓尽致的电影《摩天楼》 太后有一位可爱的女儿,而她的妻子已经不在了 女儿就是太后人生的全部 她从事的工作是安保 并且不是普通的安保人员 因为她的工作岗位是在一座摩天楼里 她高大威武,是上流社会人群才能进入的地方 由于是兴建不久 所以上期打算举行一场隆重的庆祝派对 这张太后在这段时间非常的忙 不仅仅是她,整个大厦的工作人员 上到领导,下到厨师都忙得焦头烂额 而因为这种环境,有一位员工冒起压力很大 因为她的疏忽导致厨房着火了 好在大厦里的人实在太多了 这种小伙很快就被扑灭了 而三天经历芸汐就只能被领导批评 之后太后提出了一个疑点 为什么火警报警装置没有启动 连喷水装置都没有喷水 在经过详细的调查后 太后才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情况 60层以上的所有水管全部都被冻住了 可对于这一情况,不管太后如何反应 领导都不在意 她告诉太后,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准备 圣诞夜的派对 之后,有气象局的人找到了大楼幕后的真正老板 他们希望老板可以取消这次圣诞派对里的一个项目 因为大楼实在太高了 如果在高楼上举行直升飞机撒雪的项目 飞机有可能会被持续性上升气流所影响 导致冲向大楼 但为了让大楼市场价值飙升 这个洒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此,老板拒绝了气象局的建议 到了夜晚 好几架直升飞机开始飞向大楼 人工降雪是那么的美丽 这里的贵妇、富豪也都非常的开心 可突然间,一架直升飞机开始失控了 正如气象局所预测的一样 他们被上升气流所影响 所以开始逐渐的朝大楼撞距 一场爆炸,在所难免 火势非常的凶猛 人群已经开始混乱 在这个情况下 所有人都只顾着自己的性命 一座电梯被所有人争抢 没有什么女士优先 没有什么离让老人 所有人都争先恐后的想坐电梯逃命 允熙还有太后女儿 全部都被退出了电梯 而幸运闯进电梯的人 以为自己安全了 可火势早就蔓延到了电梯井里 他们此时挽如烤箱里的食物一样 而没有进到电梯的人 就拼命的寻找出口 但貌似 所有出口都已经被大伙给堵住了 他们现在能坐的 就只剩下祈祷 希望消防部队 可以早点将他们救出去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被当作精神寄托的消防部队 他们此时也无能为力 因为大厦实在太高了 导致消防员也不能迅速的将火势控制住 而此时的太后正在拼了命的寻找女儿 途中遇到了危险 幸好有消防队队长的出现 才能让太后平安无事 在消防员的努力下 太后也成功的和允熙 以及女儿相聚 而身为安保队长的太后 此时在看到女儿没事后 她也开始在大厦里抢救人群 但让人惊讶的一幕却出现了 为了让大厦不被彻底的毁掉 老板将大厦用防火墙隔开 意味着在高楼里的所有人群 已经没有任何出口了 但消防员还是不断的在大火进行压制 队长更是被领导命令 立刻去将一位议员 还有身份高贵的富人抢救出来 可当队长出现在他们受困的地方时 他发现这里并没有大火 只有浓厚的烟雾罢了 甚至因为队长营救百姓耽忧了太多的时间 议员还破口大骂 出言不逊 与此同时 大楼已经开始崩塌了 许多人又再次纷纷丧命 而此时的太后却注意到了墙外的起降机 幸存的人们就纷纷跳到了起降机上 可此时起降机却也摇摇欲坠 之前不怎么团结了人群 而此时为了求生 纷纷开始配合起来 他们齐心协力地将起降机撞到了大厦玻璃 所有人又回到了大厦 之后他们来到云梯 这是连接另一栋大厦的道路 但他却已经变离破裂 就在众人小心翼翼地过去时 大厦的领导看到了这条路 急忙不顾云梯是否会崩塌而冲了过去 期间他还将一位孕妇给撞倒了 但没有跑多久 他就掉了下去 云梯也随之破裂 众人依旧被困在了大火里 之后 有专家主预测到大楼即将倒塌 为了将伤亡降到最低 他们必须对大厦进行强制爆破 而得知这些消息的受困人员 都非常的绝望 就在这时 太豪却提议坐电梯逃亡 将电梯的缆线炸掉 形成自由落体 电梯每10秒 就会有刹车装置 这样做 即使不用缆线 他们也可以安全到达地面 随着一秒又一秒的过去 电梯最后停在了第五层 可还没有等人群全部撤离 他又往下继续坠落 为了营救生下的人群 队长的太豪再次进入了大楼 这一刻 他们已经有了计划 就是炸掉地下室的蓄水池 让强大的水流 将他们冲向汉江 可虽然计划非常完美 但他们却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 炸药的遥控器丢了 这意味着炸药无法启动 可为了电梯地的人群 消防队队长义无反顾的决定 手动将炸药引爆 而这代价就是他的生命 随着他大步地走向蓄水池 太豪和一位消防员 此时都已经固承了泪人 队长躺在了炸药旁边 他在淋死前 给妻子留了一句语音 在确认所有人都安全地离开爆破区后 他启动了炸药 而受困的人群 也终于随着大水被冲到了汉江 他们成功地被救了出去 至于队长 他已经随着高楼的爆破和离世了 这部影片并不虐心 反而看完你也许会收获许多 摩天楼讲述的是人类最本真的表现 还原的最真实的人性 在生死边缘 求生欲望会被无限地扩大 没有人想死 那些在电梯正想未知的人群 他们有错吗 他们貌似也并没有错 影片对人心的拷问没有那么的严厉 他仅仅是将我们内心需要的东西呈现出来 而我们内心需要什么 需要的是正直 善良 勇敢 无畏 并不是说让所有人都要像队长一样牺牲自我 成就他人 但起码 我们要对得起良心 任何事都别只想着自己 多替他人着想 你也许会收获很多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集再见